台灣茶的最大產區南投縣舉辦茶葉比賽 往年由各農會各自辦理 今年統一由縣政府舉辦 原因就是要洗刷農藥殘留的負面印象 這次縣長破農茶 我們的品質管制非常的嚴密 來參加比賽的所有的這種茶 我們都經過三次的化學檢驗 都講了這些茶葉都沒有農藥的殘留問題 所以請大家放心的來購買 縣長親自掛保證 希望藉由縣長特等茶比賽 提高制茶技術 以及茶葉的附加價值 建立代表南投的茶品牌 幫助南投茶葉行銷全世界 而不是要和各茶區打對台 茶農們也都樂觀其成 由工部門來推動 這樣的一個茶產業的推廣 然後對於我們茶農 整個大環境來講 應該都是有滿大的注意 我們的產銷 然後還有推廣我們南投的茶 是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頒獎給得獎茶農 另外也有特等獎茶葉競標 首相組八萬元 清香組九萬元售出 民眾買茶 品茶現場茶香四億 記者南投綜合報導 總統 總統